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 第五个月 生无差别 再下回第五 生无差别 愿愿 过重众生 容貌行死 习皆端正接近 但同一类 若有差别 及好丑之分 则不成福 那么这一段 写极乐世界的人 但同一向 无有差别 这是极乐世界的特色 贪婪 贪婪法四十 以不同顾 这是社防世界 社防世界 人生 容貌 不相同 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 不同 不同呢 就由高下一行 高下即行 是非就起来了 为什么呢 身材高大 相貌端壮的 很容易起傲慢性 身体 身体弱小 相貌不好 就有自卑感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觉得自己不如人 这是深烦恼啊 阿弥陀佛 慈悲啊 在周游列过的时候 看到了 这个不好 所以 他建立的极乐世界 往生到那里去 不可能有这种 这个不善的念头神迹 那怎么讲呢 大家相貌全一样 以阿弥陀佛为标准 那跟阿弥陀佛 完全相同 人人皆是 等救菩萨往生如实 无见地狱众生去往生 也如实 真平等啊 所以底下讲的 是非即起 常人三有 这就是 出不了六大龙回 你有这种高下的分别 有这种不平等的 这个观念 你就出不了六大龙回 三有 欲解有 色解有 无色解有 事故 行大悲心 其平等愿 世界 发其 慈愿之本音 让 让所有一切大众 身心平静 没有高下分别 这个愿不得了啊 为什么 我们能知道 我们能知道 众神 相貌不同 过如其心 心不一样 佛讲了一切发送心 想神 这心不一样 想的不一样 古堡当然不一样 开心的人 面孔笑明欲 忧愁的人 这面孔表情就很难看 很焦脆 那心不一样 阿弥陀佛有什么功德了 把这些人调得这么好呢 我们要记住 要真记住 就是那个万德鸿鸣 所有往生的人 都是万德鸿鸣过去的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怎么个不可思议法 没人知道 讲也讲不明白 除非你真有心 深入这一步 记住 这个汇集本 黄念老地记住 你要深入 你才真高 明白了 懂了 相信 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真心切愿 支持名号 而感到的 阿弥陀佛 无尽 无尽的悲愿 无量界的修持功德 能加得上 你没有这个功德 就加不上你 我感到你 对啊 我感到你 没有这个功德 没有这个功德